這是當代華人教派研究的現況前瞻 現在開始的是今天第一次討論的討論 將會被主席總統的社會科學科學院的研究 David Plummer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中樹人教授 谢谢大家 各位前仙大哥 各位学者 各位道卿 早上好 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次机会 跟全世界的 研究医官道 和中国教派的学者 以及来自台湾各地的道卿 来分享我的一些关于 中国教派研究的 现况与前线 我就会这样子 我会讲四个部分 而且希望 我不会讲得太久 那么现在 我自己一些 关于相关的研究 一些个人的回顾 其实我是怎么样来到这边 为什么 我可以来分享一些 我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然后呢 下面呢 就三个部分 一个是中国宗教结构中的 明天教派 所以就是在中国的框架里面 这么看 中国教派 明天教派 然后呢 全球营兴兴运动中的华人教派 所以呢 把实验图看到全世界的运机运动 怎么样 能够看到这些教派 然后 最后呢 在中国民族 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台湾教派 所以从另外一个框架里面来看 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会怎么样 今天在这么一个 一官道的一个会议呢 可能是回到我最早 在90年代 在做一关中国气功运动 的博士研究 当时大家知道 在80年代 90年代 中国呢 在中国大陆 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社会现象 所谓的气功热 那么 台湾也有 很多的 中国大陆的气功团体 也就 也 也 过来了 那么 最开始呢 大家都认为 这么一种 事情呢 它就是一种 个人的健身的活动 或者一种 个人的 修炼的活动 但是呢 慢慢呢 大家就看到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社会的现象 那么多的 很大的 气功团体 和气功组织 就出现 然后我们就发现 它们也是 社会的影响力很大 以及它和中国 大陆的 这个社会 对政治环境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最后呢 就产生了 法轮功的事件 那么突然呢 大家就 或者在观察这个问题的 还在中国政府 还在学界呢 就开始 就 想起 中国的所谓的教派 在宗教的传统 所谓的白领教啊 所谓的退道门啊 等等这个问题 所以呢 那我都一样 我记得 在法轮功事件呢 在99年呢 其实当时 我已经在做了几年的 关于气功运动的研究 几乎没有别人 都观察到这个 这个现象 然后突然呢 反过就像一个UFO 就是一个飞碟 没人知道 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 所以 这个事情研究完了呢 我就想看看 那在中国就是 49年以后 这个气功运动产生了 那么之前有什么 它的前身是什么 很多人都在开始 想这个问题 那么在当时的 很多的 在大陆的学术研究里面呢 都是会到的一些论术 所以我就想看看 到底这个 在民国时代 有些什么东西 那么 05年呢 我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去考察了 很多的团情 那也考察了 一关道 当时 非常地感谢 肖总干事 还有李玉柱 校长 对我的接待 非常的热情 我也去看了很多的道场 我也去考察了天地教 还有天德圣教 还有天德圣教 孩子道 各种各样的团体都存在 那么所以我们开始对这些团体开始有一个认识 那么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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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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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特利尔大学 我们就开始策划一个合作的项目 把很多相关的台湾 轮迁前 是吗 就是说四九年前的 在那个时期 就是说这一大 那么多的团体产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来做一些新的研究 来有些新的认识 那么在这里在场的有很多都参加了另一系列的一些学术合作 有Philip Clark都在这里 还有范城武 我们也一起办了几次的研究会 在佛黄大学 还有中英英 还有网剑川 还有很多的学者都参加了 这些活动 还有独占期也来了 那么通过那么多的这些讨论呢 第一呢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呢 是我们要把这个学术领域怎么样 把它去政治化 因为它这个 就是很多 因为各种意识形态 政治的运动等等 就是给这些团体 就是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所以我们怎么样挑出 要不是在西方的 这个Cult Studies的一些创架 要不是在中国大陆的会道们的这些话语题的体系下 怎么样去挑出这些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 和偏见的一些思维模式 怎么样来直接和客观的认识这些团体 那么所以我们就围绕着渡战期 当时就提出来一个所谓的 Redemptive Societies 就是团体 来看到这么一波的 要不是已经存在 但是在那个时代 就变得很大 就像一般道 要不是在那个时代 就产生新的一些团体 那么这系列的活动继续了很多年 那么现在也在进行 所以Philip Clark和王大为 他们也得了一个奖金或几次会的一个资金 然后现在还在写 还在写我的文章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就跑到越南去了 因为在越南就看到有一个高台教 我初步的了解他 我就看到他跟中国的这些救赎团体很像 而且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到 他有先天道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就去法国的Germyn James 一起来看这个中国的救赎团体呢 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现象 他那些团体他也去 他也流动到 或者他的前身 像一边先天道 就流动到越南去 然后在那边产生巨大的 新兴的宗教高台教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 这个中国的这些教派的传统呢 它是有一个 其实一个千秋化的趋向 早就有 那么最近呢 我做了就是道教全球化的研究 那么我后天在政治大学 做相关的演讲 那么今天就不多讲了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就是在一个全球的一个框架里面 全球化的框架里面呢 来考虑中国宗教的 那么所以其实一个问题呢 如果要回顾和看一个前瞻呢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范式 一种思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所以一个框架呢 那是中国作为一个框架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的相关的那些教派的讨论和研究呢 基本上呢 他就是想了解 这些教派 民间教派在中国宗教结构中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毕竟呢 你的任何一个教派 它是不能跳出它的社会语境 它不能跳出它的社会政治结构 也不能跳出它的大的宗教生态 或者宗教市场 它始终是跟别的团体 别的结构都是有密切的互动的关系 那么所以大部分我可以说 我关于这些民间教派的研究 他就是想知道 他在中国的这个宗教结构中呢 这种教派传统是什么 那么应该在中国一个主 还应该说还算是主流的范式呢 是那个黄金起义的范式 就是说呢 中国好像是本质上就是有这么一种结构 总是有这种有中央政权 然后呢 产生与中央政权对立的民间的教派 然后这种民间教派会给你产生一个起义 与中央政权产生一个对立的 在大陆的很多的学者 以及翻写教的就是这个学术界里面的这个还是一个很 影响力很大的一种一种犯式 所以在这种犯式呢 其实哪怕 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 只要是个民间教派呢 不管他其实没有做什么坏事情 但他有潜在的可能将来就会去做 所以要警惕要防止 你说一个团体没有做什么 人家会说 那我还是要小心啊 你现在不做什么 他将来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灾难 所以现在要立刻的克制他 所以到现在还是这么一种一种作为模式 那他也有他的历史源源 他也实际上也许有他的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看这个问题呢 也比较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很大的出现性 那么所以在宗教社会学的最近几年呢 也有很多的对这方面的 就想利用宗教社会学的各个理论的各个概念 也有很多的可以用 那么但是那里我们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呢 他就是在以基督宗教 基督教派为主流的西方的社会 套用在中国 其实是可以套用的 你可以调整还是可以行得通的 不过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所以很多的这方面的讨论 而且教派呢 是非常适合来搞 或者来适适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因为很多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本来它就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教派的研究就产生的 所以韦国的Church and sect 教会与教派 在这些事情 那到底它怎么样在中国 或者在这里也比较复杂的 不过慢慢的可以调整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宗教市场论也有一大拨的这种 那昨天我们也有一点的讨论 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说是符合中国语境也可以调整 然后呢也可以 还是可以用的 那么 但是 所以这是这个宗教社会学的范式 那么有另外呢 一批的学者 或者另外的学者呢 或者范式呢 就是人类学或者民俗学的范式 那这个和这个宗教社会学还是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社会学呢 它还是把你这个团体当一个实体 所以这个实体呢 它影响 它怎么样影响另外一个实体 或者是社会上的其他的实体 怎么影响这个实体 所以我们会把比如说 把一官道当一个东西一个实体 有一定界限的实体 但是从人类学或者民俗学呢 那就是在座深入的田园考察 那么如果你到地方呢 要不然不管是台湾也好 在香港啊 在中国 真正的到曹根 到老百姓那里呢 那你很难看出各种团体之间 有没有这么一个界限 你很难去说这是个东西 这是个实体 所以比如说在宗教社会学呢 现在在看中国呢 基本上可以说有一个公式 那比如说中国呢 有三种所谓 三种领先宗教 就是杨宗刚提出来 这种说法不过呢 别人会有 故意不完全一样的说法的 差不多的 一个是这个communal religion 就是社区宗教 打交啊 这一类 所以就是整个群体 你必须要参加的 如果你是这个村落的 就是一个群体性的一种活动 所以就是communal popular religion communal folk religion 一个 第二呢 是个人的folk religion 你是为自己制定啊 为自己考试啊 其实随便去哪里 哪里拍摄都可以的 自己选择的 是做成个人化的 所以其实这个和这个communal 社区性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三种就是教派性质 是吧 那这个教派性质的前面 两个也不一样的 就像一般道 一般的村落呢 或者地方 它有它的庙 但是跨地方的组织是没有的 但是教派的 它有它的等级组织 它有它的跨地区的组织 它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 宗教性的 比较大的宗教性的组织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三类的组织 就是社区三类的民间宗教 社区的个人和这个教派性质 那这个看得很清楚 不过呢 你作为人类学民俗学的 你在地里 很难看清楚这个分别的 很难说清楚 包括这个教派宗教 你去 你到草哥呢 你不一定能看出来 哪里有的教派 或者这个教派 和一般的个人 或者社区的民间信仰 很难 你界限不一定那么清楚 而且我们看到 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原来 就像在香港 原来的教派 慢慢的融入到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呢 它就变成一般的民间的庙里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范式呢 或者是模式呢 就是看真的 在非常的local的 实地的一调研呢 然后就看到呢 就很复杂的 非常复杂 也社会学的概念很难去调用 那么另外呢 就是自己的一些考虑呢 因为还有 新兴宗教研究的 新兴宗教研究的 也在关注 那这些团体也可以 都可以 纳入为 新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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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以跟世界上的 各个新兴宗教也做比较 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 因为这一类的团体呢 像宁关道 你能说它是新的吗 也很 也不这么 新 它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而且更长的 你要真正看 它是 它的来源 它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 而且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能说它是新 它为什么说是新兴宗教 而且所谓的老宗教呢 它也在不断的创新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讲不清楚 这个新兴宗教到底是什么回事儿 那么 Eileen Barker 新兴宗教的 权罪权威的专家呢 她说 新兴宗教呢 只是第一代 就是新兴宗教 那么 那么很多被纳入的新兴宗教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根本不是新兴宗教 一关道已经是多少代 它不是新兴的 但是我可以看呢 我也觉得呢 实际上 如果我们看长远的 你可以看不同的地方呢 其实宗教呢 的创新是不断有的 一直不断有的 而且我们在每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看宗教的历史呢 我们可以看一波一波的 就是 就是 在某个时代 因为一些巨大的社会偏前 或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的不同 那么就产生很多的宗教运动 或者灵性运动 或者灵性运动 产生的 在一个时代 某一个特定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 很多老的教派呢 它也会有新的发展 或者新的模式 也会有新的教派产生 所以完清 产生的 在中国有一波的教派产生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 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性 而且它这些特性 可以带到下一个时代 那么在民国 或者在二十世纪上班的时期 在中国呢 也有一大波的一些团体产生的 那英官道就是 所以它是前面产生的 它的巨大的发展 那么我们可以看 童山社英语官道 宏观智慧道院 天的圣教 其实它有很多 共同的特点 而且这些共同的特点 就是因为它那个时代 产生的元素 那么有一次 有一波一波 那一波产生 然后这一波产生的 很多团体呢 很多这些团体 慢慢就消失了 或者慢慢就回到 一般性的宗教里面了 但是有一些就 继续存在 就像一官道 所以当时 那一波的团体呢 现在大部分 几乎没了 只有一官道在不断的发展 然后呢 它就会说 它就会说 后面的一波一波的 一些创新的波浪的一些影响 所以昨天也在讲这个 比如说这个 打坐禅宗的一些市场 那么一官道也会接纳 或者会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从一个历史 一个社会历史的角度 来看这些宗教 这些团体的创新和变化 反正呢 反正呢 这就是在中国的 这个宗教结构中的 民间教派的一些回顾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中国的一个框架 我们是一个全球的框架 我们是一个全球的框架 最近呢 有两部 我觉得很重要的 著作出来了 就是Pieter van der Veer的 亚洲的现代精神 或者现代引进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然后独占起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sustainable future 那我就想介绍一下 这两本书 因为我觉得 他们是给我一个很好的 一个跨 就是跨国家界限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概念 来理解 像一官道 这么一个教堂 一个现象 运动 那么 Van der Veer呢 的一个 重要的 观点呢 是 就是 所谓的 spirituality 灵性 不知道在台湾 所以你常用的 用词是什么 你信吗 你信吗 OK 可能在西文里面呢 常用的spirituality 它是 就是 就是 在这个 十八十九世纪的全球互动 尤其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全球互动的过程当中 以及世俗化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概念 spirituality 什么意思呢 第一呢 在世俗化呢 而且这不是世俗化 世俗主义 就是在西方的很多的思想 运动呢 觉得我们要挑出宗教的控制 就是 挑出教会的控制 但是 很多的一些 反对宗教的人士 在法国 在欧洲各国 极力反对宗教的 但其实 他们提倡灵性 提倡灵性 提倡灵性 嗯 嗯 所以呢 你有一些 有一些知识分子 他又在参加这个 叫做 secularist society 世俗主义协会 要反对宗教的协会 在一边在参加这个 但另外一边呢 他在做automatic writing 就是类似于伏技的活动 他要跟神灵通灵 所以 他反对的 不是灵性 而是他反对的 这种宗教的 这种 呃 权威制度 他要扔掉这个东西 让我们可以 以一种科学的方式 来直接与灵界通灵 所以spirituality呢 是一个 世俗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概念 第一 第二呢 是一个 从开始去是个全球化的概念 嗯 那么因为在十九世纪呢 还有前面 主要在十九世纪呢 主要在十九世纪以后呢 就是那么多不同的文化的碰撞 碰撞 那么多不同的宗教的碰撞 啊 东方和西方的 那么 呃 那么 呃 那么当中呢 一些西方人也好 一些东方人也好 他们就发现了这些 这些 这些传统 之间 还是有很多 共同的地方 呃 所以呢 呃 呃 他们开始提倡一个 其实有一个 跨 就是超越 某一个 宗教的 它本身的 宗教认同的一个东西 啊 所以也产生了这么一个 就是 spirit spirituality 就这么一个概念 开始产生了 所以又有一个是 可以符合世俗主义的 又可以符合一种 全球的 去向的 就是多宗教的 接种 和多宗教之间的 互动的一种 概念 就是spirituality 嗯 那么 这个东西呢 很多的 亚洲的 呃 运动 他们不一定用 spirituality 这个词 但是 他们非常的 提倡 呃 与不同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这么一个提倡 而且 中国的 当时的 旧事团体 就是 其中一类 呃 一观道 也可以说是这么一类 是不是 他又说 我不是宗教 我是道 所以这道就是 超越这些 各个教会 各个的宗教 呃 呃 所以我不是宗教 那我就可以在一个 世俗主义的 这么一个社会 境下 发展 我也可以挑出 各个宗教之间的矛盾 呃 呃 而且这个东西呢 是亚洲宗教 他说本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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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来是很包容的 呃 呃 所以呢 他有这个资本 有个很大的文化的资本 有个很大的这种资源 来说这个事情 来说我们 我们的亚洲的传统 他就是 他就是这种 呃 宗教冲突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呃 呃 所以我们通过 其实Spirituality 在Vivere的书之前呢 大部分在西方的学界里面呢 把Spirituality看作是这种 仅在西方的新时代应重的 呃 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而且把它比较看得比较可笑的 但是 不是那么简单 呃 呃 这个东西呢 它是由它就是不断的 西方和亚洲之间互动产生的一个东西 呃 呃 它有它的历史 那么现在呢 而且它也在不断的 就是说 这个历史在不断的 呃 呃 继续 呃 所以我们 呃 呃 这是给我们一个 一个可以参考的一种框架 那么 另外呢 杜赞奇呢 它的一些说法是有点类似的 也有点不一样 那么 它这里呢 有 呃 呃 它就说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所以 其实它也是一种紧迫 去看我们这个世界的 就是不可持续的 呃 就是 发展的模式呢 而且它觉得我们应该找亚洲的灵性资源 来看怎么样 来应付这个问题 那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概念 我就不多讲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它就是 absolute transcendence and dialogical transcendence 这两个概念 绝对的超越 和所谓的对话性的超越 那么杜赞奇的一个意思呢 是 嗯 嗯 我们现在就没有 我们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世界性的一个危机 但是 我们没有一个世界性的一种思维模式 啊 我们都处于一个自己国家的为框架 或者自己宗教就是狭义宗教认同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全球性的 呃 呃 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 为什么呢 它说就是因为所谓的absolute transcendence的概念 绝对超越 我们肯定是需要超越自己 需要超越自己的国家 需要超越自己的民族来看到整个世界 但是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呢 我们应该来自于 呃 就是有一种越来越绝对化的超越的概念产生 先是 呃 呃 就是在十六世纪 呃 就是在宗教改革 西方的宗教改革呢 你的超越呢 你的信仰 超越性的信仰呢 必须要是绝对的 而且对一个人同时绝对的服从 就是只有对你一个教派 你必须要 在这个教派的框架内 超越自己 然后一定要绝对的排斥所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先是在宗教里面 你产生的这个绝对的超越和排斥性呢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 这种绝对性的这种超越呢 被套用在国家的层面 所以你必须要绝对的 作为我一个民族的 我是忠诚于我 我只有一个民族 我忠诚于这个民族 呃 我忠诚于这个国家 这个nation state 所以民族国家 成为一个绝对超越的一个框架 你只有通过你的民族国家 你才能超越自己的 呃 就是个人的事情 才能牺牲 为更大的事业来牺牲 你必须要在这个绝对的国家的一个框架里面去做的 所以呢 我就导致了我们现在 我 好明显 这 这种趋势 好像也开始越来越突出的 你懂 每一个国家是 I am first 是吗 呀 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独赞旗呢 说我们要回到这个亚洲的精神资源 看一个有Dialogical transcendence 肯定是要有一种超越性的 但是 不能有这种排他性的绝对的超越 那么他觉得在亚洲的国家呢 有很多的 故事像以前 很多神学家说的 哦 亚洲没有超越的 只有基督教才能超越 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在亚洲的超越呢 它是对话性的 什么意思呢 它比如说 我就想一观到 你有超越性的无声老虎 但是 技工啊 土地神啊 也可以跟他 也没有把它完全的排斥掉 你可以把它 所以这个 它说是Dialogical 这个超越和一些非超越性的地方系的东西还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所以他觉得世界上需要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超越性的 你怎么样又超越到一个全球的意识 同时呢 不跟你地方的一些文化啊 一些认同 还是保留 这种 跟 这种connection 这种connection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 比如说一观到 就是在这两个 Vanderveer和Duarra 他们提成的这些 一些概念啊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那就是可以去 可以去考虑的 那么 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而且昨天也开始去讨论到 比如说 Vanderveer 有意思的 就是说 我们在讲这个 灵性的运动 那 就是这个 spirituality的运动 它 很多 而且我们 尤其是我们 在西方所认识的 spirituality的运动呢 它就是 就是要 挑出各种 很狭隘的 这种 宗教认同的 一种灵性运动 所以它是比较 世界主义的一个东西 但是Vanderveer 也不只是这样子 比如说 你拿印度 印度呢 那印度的灵性传统 也是速出去 作为这种 普世性的 就是 universalistic的 灵性运动 但是 而且现在可以看的 非常突出呢 你也可以把它利用 成立你自己的 很强烈的民族主义 我自己自个儿的民族精神 比你的好 所以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 一官党 或者这一类的 中国的 这个中国 教派 它现在在全球化 那 而且它就是在一个 它又是一个很包容的 很 一切都能接纳的 所以它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 就是世界大同的 同时呢 它浓厚了中国文化 所以它是输出的是中国文化嘛 而 而且 也可以说 也可以啊 中国应该去输出自己的文化 它对整个世界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 所以这个传统呢 这个中国的民间教派的传统 一样 就像凡尼比尔说的 你也可以 它也可以是 它也可以是 可以去 用它来肃立自己的民族 自己民族的 比别的民族优越的东西 你也可以来成立一个 普世性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 所以这里产生一种 张力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 在一官党现在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 我们 那 对 因为一官道比如说 有基工啊 土地工啊 谁也可以 我们都可以拜 那我们到非洲呢 这些都是台湾的 或者中国的 所以你就是 Dialogical transcendence 你有你的绝对超越的一种灵性的对象 同时呢 你也不排斥本土的文化 所以呢 如果我们到非洲去呢 那这种关系怎么样 你要把所有的中国的小绳 搬到非洲吗 还是 把非洲的小绳 就放在你的地台上 在无声老母之下 所以就是一个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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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带 观察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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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より 人 沉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有很多的焦虑 也会有很多的挑战 然后呢 也会有很多人 其为反对 然后产生一些 极端主义 排他主义 也越来越强烈 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格局 实际上是感觉比较可怕的 这些界限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又在开始建立 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界限也在建立 冲突在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世界是需要一些另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界限 那么像地贯道以及中国的宗教 中国的文化的传统 就可以给整个世界一些新的思维和行为的模式 你怎么样又可以把你自己的文化展现给世界 但是是一种友善的方式 给全世界给一个好处的方式 而且就让别的 什么时候我们一些其他的宗教可以学一学 怎么样来接纳别的信仰 是吗 怎么样又可以觉得有别的信仰存在 甚至你可以承认它的真的地方 它也没有动摇你自己的信仰 我们怎么样能够 我们昨天在看这个network 一种网络性的 所以一贯道 像一贯道和其他的中国文化和信仰的模式呢 实际上是可以给全世界全人类 带来一些新的怎么样处理 民族之间界限的一些问题 慢慢地就可以留意大家就可以走进世界大洞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中书人教授精彩的演讲 谢谢花华cession 谢谢花华山 谢谢最爱的 谢谢 谢谢